對,還要講新卡耶 對,還是想先先講新卡好了 如果你玩對的規則 玩到破產不會很難結束 如果你玩的是對的規則 你玩到破產不會很難結束 保證不會 只要有人湊齊了第一套之後 只要有人湊齊了第一套之後 遊戲會在15分鐘內結束 真的 因為大風的雪球概念還蠻凶狠的 除非有人是個衰鬼 我找一下畫面擷取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新卡比較特別 聽說這條路已經不見了 它的費用是空地250 200 280 1棟房地1500 2棟房屋4500 3棟房屋1萬 4棟房屋1萬 1萬2 1萬4 其實最明顯的是這個啦 從你一套都沒有 到變成你蓋出了第一套 這個的房地產 這個地 這個房 這個過路費的成長是很卓越的 沒有人要看這個 好吧 所以正常的情況下 你只要湊滿一套之後 對手只要開始採他的錢就爆光 真是好懂的 各位覺得呢 幹這什麼爛屎 這什麼地獄烏龜屎屎 從哪裡開始啊 一本正經的虎顏亂魚 沒有電腦版的大蜂 以最早電腦版的大蜂 這樣想想我可能想錯了 對 那這樣想想 我覺得 大蜂的規則應該是這個樣子演變的 一開始最早那個大蜂的版本 就是二戰後 二戰後大蕭條 大蕭條在二戰後還一戰後 反正在那個時候的 幹說不定是一戰後 是嗎 我忘記了 反正大蜂最早創始者的規則是那個樣子 因為大蜂的原名 地產大亨 其實翻地產大亨也是錯的 因為地產大亨的英文叫Monopoly M-O-N-O-P-O-L-Y 應該是這樣唸的 對 意思是壟斷的意思 所以其實一開始翻地產大亨本來就是一個錯誤 所以他的規則也變 幹我這樣Youtube怎麼剪啊 好吧繼續吧 所以最早地產大亨的規則應該是這個樣子 最早先有地產大亨 然後 大家就按照地產大亨的規則 要湊齊同一套 我可以跟別人交易低 我可以跟別人交易低氣 我可以蓋房子 別人踩了我就收他錢 就這樣 到後來的某一天有一個棒槌 把 有個棒槌 在盜版 或是在做什麼的時候把規則做錯了 做成了要踩到第二次 才可以蓋房子 或者是他們玩的時候玩錯了 然後這個東西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懶得看規則書 所以這個東西就一個一個影響了 後面玩的很多人 也影響了後來在做電腦版的時候 的遊戲方式 然後到了現在 那些玩電腦版 或者是一開始就先碰電腦版的人 因為電腦版上面的方式 也以為實體版的是這樣玩 應該是這個樣子 應該是這個樣子 歷史故事應該是這個樣子才對 應該是這個樣子 歷史紀錄應該是這個樣子 然後導致了現在的錯誤 所以現在的人 會覺得大富翁不好玩 你會覺得桌面版的 大富翁不好玩 是因為 一個棒槌毀滅了地產大分這個遊戲 好棒的結論 好 開始了 蓋的裡面有比較好嗎 我覺得這個結論真的是蠻有 蠻有可能的耶 香香可樂果 我想想我真的是蠻會舉例 蠻會解釋的 對不對 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你剛進來聽到的什麼東西都把它忘記 好 歡迎回來 會來會來盧斯戰機最新資料片 安哥洛力險機的現場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3月29號 到3月30號凌晨2點半出的所有新卡 好 第一個 進化包子 Evolving Sports 進化包子 效果 演化所有你的手下 這個是目前 目前比較受矚目的其中一張牌 對 比較受矚目啦 因為它有一些比較厲害的combo 我們最早看到的演化效果都會指定 大部分都會指定種族 比較多 比方說我只能演化 或者是那隻怪自己會演化 比方說那隻怪的效果站頭演化 術士有一個吃一隻演化 兩次 然後中力有演化魚人 有演化野獸有演化... 小兵 但是 這張牌 是第一個 可以所有怪演化的 所有怪演化的能力 所有怪演化會有什麼能力呢? 這就要牽扯到一張一個效果的互動了 叫做自命劇毒 在官方的網站上面有舉例 如果你今天讓火箭拿到了自命劇毒 它就會變成酸猴 它就會變成類酸猴 也就是全面... 也就是火箭造成的... 只要身為自命劇毒的怪造成的所有傷害 都視為一擊必殺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一個非常酷的能力 如果你演化了飛刀手 飛刀手就會變成毒飛刀 有沒有看過這個勇者意願啊 對 我這把刀是... 我這把刀可是塗滿劇毒利潤啊 那就爆炸了 就這樣 你演化... 火箭也會把自己... 火箭也會把自己燒死啊 如果你要算火箭的話 對 你演化火箭毒 火箭毒就是火箭會把所有東西都燒死 一發燒 如果你演化男爵男爵 就是每一回合都把廠商的所有東西都燒死 回合結束時就是廠商什麼都不剩 對 你的飛刀手就會變成... 你的飛刀手就會變成劇毒飛刀 你的幻眼者就會變成劇毒幻眼 你的... 炎魔就會變成劇毒炎魔 不過炎魔要退了 所以就算了 你的... 殺力警官 就會變成劇毒殺力警官 那什麼例子? 沒了就這樣 演化末日就還是末日啊 末日又沒有造成傷害 他屁事 那... 這個東西只有一個例外 如果你今天演化是死神怪 他死神的那一點傷害不會有效果 因為他死了 他不在戰場上了 所以他的那個傷害就純傷害 不會有劇毒效果 這個是官方知道的效果 能力 這張牌是一張很尷尬 潛行末日就潛行末日啊 就這樣啊 也許有末日轟不死 也許有炎魔轟不死的東西啊 對不對 克蘇恩啊之類的 好 舉一個例子 他其實這張牌是一個有點尷尬的一張牌 這張牌目前4.5分 4分 4.5 4分 4.5分 對 第一個 他一定是一張順風牌 他說我場上沒有怪我打這個 對面有怪我沒有怪我打這個 這張牌是平局到順風牌 平局的影響最大 順風影響比較小 對 逆風毫無影響力 你場上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這完全就是個哈哈 除非你要火瞻劇毒燒 那算你厲害 你火瞻劇 你剛才有什麼東西我想看 對 他就是一個平局到順風的牌 順風影響的效果可能都還好 在平局的時候影響最大 平局多一個聖盾或者是多一個 多一個聖盾或多一個加攻擊力 有比較好交換的空間 可能影響都還 都比空台大 因為空台你今天加完攻就只能灌點 聖盾可能還可以讓他多存貨 在面對LE的時候 所以這張牌目前的分數不高 他未來比較有理想的空間是在 Token類型的套牌 你可以升很多 尤其現在德魯伊其實額外的演化史深 有一個升兩隻E的 這種情況下會讓他檯面的每一隻E 都比較有壓力 那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四費實在是有點貴 三費呢 又太強了 它就是一個3.5費左右的價格 那怎麼辦 我不知道 對 因為如此另外一個被購病的問題 就是它的數字都太小 就如果今天我們把所有數字都乘以2 就是你就會有比較好的調配 調適空間 去改變你牌的那個 價值或者是數值 對不對 正所謂增一分太 肥 減一費 則太瘦 濃鮮核度 不是 減一費也太硬霸 增一費也太Nerf Nerf不好這種情況 所以這張牌就剛好處於這種情況 它剛好就在一個 筆上不足筆下有餘的位置 所以它的分數就沒有辦法很高 有點可惜啦 好 下一張在哪裡 4分吧 沒有 沒有 這裡有新卡嗎 這個 找到了 這個是聖騎系任務 最後的 最後的水晶 為什麼一直打嗝 這個是聖騎最後任務的效果出來了 對你的手下施放6個法術 為什麼 我們可以用最簡單的答案 告訴你這件事情 難 這個是目前所有任務裡面我覺得最難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你要有手下 要對你的手下 它這裡有一個好 如果這個任務簡單一點的做法是 把那個 你拿掉 你拿掉 對手下放6個法術 這個就簡單一點 要不然現在應該這個難度比獵人 我剛才看到最難難度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確定術士難度比較高 還是獵人難度比較高 但是這個應該是目前 唉唷 跟盜賊比 這個應該還是比盜賊難 我覺得這個比盜賊再難一點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你要有手下 而且是你的手下 第二個 你要有法術可以放他 沒有沒有沒有 盜賊可能比這個簡單一點 在需要的材料裡面 盜賊可能 假設同樣解任務 盜賊要放進的材料應該比盛奇的少 就比方說我掛一個任務 我應該只要 我是盜賊 我整套要解 我大概只要4張或5張 跟任務相關的 比方說釀球大師 船夫 跟暗影閃現 這樣應該就夠了 但是 但是盜賊這張爆難 你基本BUFF就要放快10張 10或12張才做得到 你要記住了 你要放10到12張BUFF 扣掉剛剛到底提到暗影閃現 船夫至少也是一隻2、3怪 然後釀球大師至少也是一隻3、2怪 你今天真的是個衰鬼 任務都不解了 你拿來毀某些特定的戰吼 盜賊自己的戰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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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隨便當怪補血 或是當怪嚇都還可以接受 你今天BUFF找不到東西貼 你就只捏著捏到死掉的位置 好 接下來我們對於這個任務的其他討論 最後水晶龍這個任務 第一個 到底用法術BUFF手裡的算不算 我的答案你覺得是不算 我覺得不算 因為你沒有 我覺得不算啊 該不會我睡覺起來 推特又要更新了吧 我看一下官方有沒有說算 我記得是不算 我先講啦 我覺得不算 因為你施放這個法術 並沒有在你的手下上 並沒有你說 有啊我手下加一加一下 你沒有對你的手下施放 我自己覺得沒有指定不算 我自己覺得 當然這個有可異之處 為什麼呢 這裡為什麼Minion要加負數 這裡用單數應該也可以吧 盛奇有負數的法術加成嗎 沒有吧 所以這裡有一個 可以疑惑的點是 Castasis spells on your million 要加S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 有討論空間 對不對 好啦 就算加手裡的牌 可以算好了 也只算一次 因為它是算幾個法術 那下一個問題 到底 那一四頭的算不算 那運動精神算不算 那救贖算不算 我覺得啦 唯一 如果今天要放寬一點的話 加成法術可以算 就是一費的聖騎那一張 其他都不能算 其他都不能算 秘密那些應該都不能算 甚至加成那張理論上 我應該覺得也不算 可是 這裡有沒有負數有意義嗎 這我不知道 不加S 要放在同一支嗎 沒有吧 Castasis spells on your million 它又不會寫on the same million 不知道 但是就這樣 好我們最後再講這個任務的 到底可以怎麼用呢 快攻聖 玩玩玩玩玩 快攻聖 這個會是快攻聖最有可能的材料 其實我們最早就有試過一套快攻 就有看過人家打一套快攻聖 就有看過人家打一套快攻聖 用秘法異常體貼一大堆的buff殺人 智慧祝福 智慧祝福啦 泡泡啦 泡泡啦 保護神域啦 神聖力量啦 亂七八糟 爛火啦 不是不是你沒有聽懂 你沒有聽懂 什麼情況下 可以Castasis spells on your millions 設計師英文不好 不是小狼用密法異常體 因為密法異常體會加寫 沒有沒有 你在這裡加 你把s拿掉這個詞 這個翻譯就變成 對你的手下施放六個法術 或者是對你的手下門施放六個法術 這兩件事有什麼差別 這兩句話一樣啊 你會說六個要同一隻啊 沒有這兩回事 我沒有說the same million 所以 我們不要討論英文 說不定到時候我又被打臉 就這樣啊 好 張牌目前評價 三點五到四分 這個其實有點難 這個討論有點難 這個討論有點難 就是這個三點五到四分 我們還沒有看到 這個環境要公佈的那一張 buff卡是什麼 如果今天他在這個安哥洛洛環境 給了一張像探險者 像那個獵人的帽子一樣 兇狠無限回首的buff 那這玩意的任務就可以回到六分 因為這玩意的任務會讓你直接贏 他可能會直接回到六分 但在出來之前他現在只有三 他只有三六分到十分 快攻聖可能可以考慮 因為快攻聖在之前 可以靠騎手洗密法異常體 然後做一大堆的便宜手下 做一大堆的便宜buff 然後靠神恩術或者是爭到小兵抽牌 用這樣子去打出那個任務 在快攻聖的面前 如果你真的被他解完這個任務 下的那一隻怪沒有解掉 通常那一回合就死了 只要能點到潛行可能就死了 甚至不用風怒 他可能可以潛行 潛行聖盾一發到兩發加攻 這樣就可以直接殺了 一發到兩發加攻就11點了 對不對 五兩發加三嘛 就這樣就11點了 對對手而言要清掉一個潛行 開始的演化五次的怪不算容易 尤其有可能逃神盾 現在最強要解了兩個 一個是技工大使 那是他靠賽 第二個 就是退化 就這樣了 這個獎勵要講 幹這獎勵上次不是出現過啊 等一下我找一下圖 演化五次 獎勵是這裡演化五次 被解掉很快 不會啊 快攻聖這個下完對手應該就死了 或者是你找不到buff 呵呵呵 就是個衰鬼 呃 好自命射擊應該算是一個可能的答案 就這樣 自命射擊也可以當一個解 好像 還有卡達克斯的隨機變陽 跟法師的變陽秘密 如果你要全部算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都算上去 欸幹有勒 這三小 幹六費buff欸 我從沒看過這麼厲害 我從沒看過這麼貴的 啊好酷喔 這什麼醜不拉雞做齊 科多獸做齊 不是 C溝通 六點給一個手下加二加六嘲諷 當他死掉的時候 召喚一個四點加二六嘲諷 太貴 哈哈 我覺得太貴了 他如果把兩個數值都往下修 會更活用一點 如果你要搭配我們前面那個要求的話 如果要搭配前面任務的那個要求的話 這玩意兒可能 這個整體玩意兒應該要再低費一點 這玩意兒大概就四分而已 競技場可用 夠足的話要打得很慢 而且購足的大部分 在購足的大部分情況也都不在 其實不太在意 如果你今天打控制啦 如果你今天是要打控制的話 你理論上應該不會去擺這個 你可能會擺更多的解牌 或更多難以解掉的生物 而不是擺一個單獨的加乘 低費加成會擺到高費的不會 像以前如果要擺的話 費輪祝福其實是可以考 可以考慮的 因為他可以短 他可以在一隻小怪身上 創造一個威脅跟加乙法上的效果 但在這種情況下 擺的機會應該就低一點了 這個應該也只有四分而已 盛騎道目前出的牌 沒有哪一個非常非常的 覺得buff程度很高的 大部分都是要走很明顯的大康 需要很多的組合材料 他整部套牌才可以動起來 比方說這個 對 比方說有榮奶大 這個也是需要combo 這個也是一定需要combo 你還要為了他毀滅你的一部分的牌組 然後這個現在還差兩張沒有 還差三張沒有開 所以他到底還有沒有小兵可以叫實在是很危險 然後這個也偏爛 這很可惜喔 再來牧師是什麼 牧師今天沒有 盜賊是 沒有 薩滿有一張三費心的對不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好酷喔 我覺得這個好酷喔 這個是接近 有人叫我方便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接近第一費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麥迪文的回音 雖然不太一樣 麥迪文回音是當回你做了就可以直接先拿到 但是這個可能會 這個會再晚一點 spray the record 就是 零回 回聲繚繞 幹亂翻 效果是給你給你所有的手下死亡之聲返回你的手上 返回你的手上 這張牌有五分到五分左右的 五分左右的水準 他比 你 你會說 幹這個五分 上面那個演化全部四分 演化全部 演化全部四分 做完要只要三費 做完要只要三費的時候 就可以做很多人的事情了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而且 他不需要像演化一樣去考賽 因為演化會有一個問題是 你今天演化出來的那隻 那個效果 可能三個選出來是沒有意義的 比方說我有一隻低費的怪 我想要可以換別人 結果換 結果R出來 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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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諷 封怒 你看 一一封怒 拿這三個有什麼屁喔 如果你是一隻一一怪 你當然想要拿到的是 比方說 死掉生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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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 或者是劇毒 但是你今天有可能拿到沒有屁用的東西 這個保證的好處是 你可以控制你要哪些東西 哪些怪留下來 除非你今天有什麼圖騰不想回首 你就把它撞掉 或是 隨便 反正圖騰也是送的啊 沒有人在意啊 然後你這個東西只要開一輪之後 你所有 等於是你所有怪都有第二條命 雖然不是星主之魂在場上第二條命 我還要大滿 玩個屁喔 對 這玩家本身五分 如果今天元素套牌 玩體系其實已經滿完整的 或魚人 這個魚人 因為畫面上都是魚人 然後你回收魚人 也可以讓你在完成魚人任務的時候 更容易一點 因為魚人很低費 你很有可能刷一波魚人可以直接再打一輪 就是我今天開這個 比方說我手牌已經打光了 可是我有這個 我開這個幫所有魚人加buff 我把魚人全部撞掉 可能不用全部啦 撞掉然後我可能可以再塗一波 這魚人或元素都可以 第一個是因為現在 魚人是因為 不是 薩凡自己的基本記憶人物打魚人 然後這玩意的一張牌 就可以當做很多魚人 這樣懂嗎 你只要場上有三隻 這張牌就等於三隻魚人 三隻魚閃標有入安 沒有贊助 好 第二種情況下是元素 因為元素到目前 比較強的幾個元素也都沒有 也都沒有超載 所以今天你只要 如果你元素順的打 這玩意就很像火一樣 還是麥迪文的回應 就是你可以直接回一波場上所有人 今天場上這些元素 全部都有可能再劍一次 而且大部分元素的 都是戰吼效果吧 你上一回合有幹什麼事情的效果 好像都是戰吼 這樣子就可以更最大化你 重新打出台他的價值 你以為他們都會再戰吼一次 太厲害了 然後 有 木 不是術士啊 沒有型卡 戰士 有什麼 發現安哥洛 看 炸雞湧 炸雞湧 不是 兩點叫 天啊 我看過這張圖太 我知道 我看過這張 我看的片子太多了 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兩點叫26 嘲諷戰吼 替你的對手召喚三隻一一 三隻一一迅猛龍 這個叫 朝氣巨龍 沒就有一張一模一樣的牌 這個就是 就是 你對薩滿會不想做的 三隻耶 幹三隻耶 哇真的是三個耶 然後被跑一波打死這樣 這是一張賭注 賭注大 這是一張賭注大於獎勵的牌 你必須要在 如果你真的想要靠這個嘲諷做一些事情的話 你最理想還是有把迅猛龍清掉的手段 因為 第一個是迅猛龍有野獸屬性 第二個是如果你打薩滿 或薩滿之類的職業的時候 他如果插火蛇 你這一隻直接就爽飛 對 你這隻直接 你這張直接就爽 你這張直接就爽翻天 然後其他只要能加成檯面給你壓力的這張牌 都不算是一張好用的牌 唯一一個不錯的凶狠combo是配精神控制技師 但問題是除非對方場上一隻 場上一隻 你補他三隻迅猛龍 然後又R那隻過來 這個機率怎麼想 雖然他五費可以做到 但是這個機率怎麼想都不是很理想 這個機率這樣打會不會出包啊 所以最理想的情況下應該是對手兩隻 你R三隻迅猛龍給他 然後二分之凹其中一隻大隻過來 這樣我覺得可以接受 要不然你凹三隻小的我實在是不敢接受 就這樣 最後大概也是四分吧 除非嘲諷戰要開打不然 加乘系的夠多 或者是嘲諷戰要拿這個開打 就是你二費可能可以交一個四四 你二費如果這個東西加過一次加二加 你開個四八下來可能還比較有能力 再來還有什麼新元素 沒了吧 沒了嗎 沒了嗎 這我講過啦昨天講過了 這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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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法師 喔Token 蛤 沒了嗎 這麼少 喔烏龜 烏龜在哪 沒有我看這個就好啦 這個這個這個烏龜 找到了 欸 這是今天 看 我就看這個就好啦 我剛剛看的像啥子一樣 好 八點叫五四 站後 發現一個法術 而且隨機釋放他 八點叫五四 發現一個法術 而且隨機釋放他 這張牌 這張牌 是一張 小油格 比較可控的油格 可控機會比較高高很多的油格 這張牌有幾個重點 因為它的規則是寫 發現一個法術 而且對隨機目標釋放 你要知道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油格以前強的原因 很多的法術 沒有目標 比方說你今天發現的三張牌 你給牛牌不要再動啦 法客 這廣告好煩喔 法術有一個重點 很多的法術是沒有目標的 比方說你今天三張牌裡面 發現一個野性呼喚 你野性呼喚直接打 就是八點叫五四 送一發野性呼喚 那發野性呼喚就是直接送的 你今天需要一個末日降臨 你八點叫五四 隨機做一個法 你八點叫五四 發現一個末日降臨 發現一個扭曲虛空 你就直接扭一個扭曲虛空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你為第二種 今天你要死掉 你八點叫五四 發現一個秘密 這F5可以換個廣告嗎 沒有啊 這是Google系統啊 Google系統就是說 你最近看過這個 我就塞給你更多這檔你看 變車了耶 沒有看過車啦 沒有這個關 好吧 第二種情況就是秘密 因為秘密也沒有目標 所以你今天只要用這個 點的那個秘密 就是你的 這樣了解嗎 你發現三個打開 你發現了然後三個打開 你只要點的秘密 就是你的 你唯一要擔心的是指定型的法術 比方說今天的一個補血 一個直傷 到底會打到誰 只有這個要擔心 那如果你害怕 你就不要選就好 所以這張牌我很喜歡 這張牌在靠賽範圍裡面 這張牌如果用酷列表的話 可能有這一次的7分到8分 這一次目前為止最酷的牌應該是賀米特 我目前還沒有覺得比賀米特還要酷的牌 然後第二名是新伊莉絲 還有誰啊 沒了吧 賀米特伊莉絲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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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再來是戰士那一張吧 發現安格洛差不多 發現安格洛差不多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排到這一張了 就是1987這樣可能就7分 假設每一格只能選一張的話 這樣就是第七 這樣目前就是第四張 體質上能接受嗎 他唯一不能接受的是 你今天發現的三大法術都是已廢的 你就會說 幹 我花了八費印買一個垃圾 欸 你之前 你原本也花了八費印買一個夢想啊 他至少是一個選擇接受的夢想 你要了解嗎 這就是一個夢想 他最了不起的是 他如果可以保證法術的費用 在某個數字以上 會變很強 他有一個寫法 就是發現一個三費印 他如果做一個 比方說發現一個 三費以上的法術 三費可能就差不多 三費以上法術 其實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對 三費以上法術 或四費以上的法術 你就會覺得這張牌很厲害 四費以上法術會比較厲害 因為他現在是全部法術抽 你就會覺得 幹 我把它打開啟動月火術跟準備 對 我他媽想死這樣 這樣要解嗎 對 以酷強度是7 以酷列表是7分 以強度列表的話大概只有3分 因為他的上下線跟尤格不一樣 尤格沒有 尤格在以前的版本 我說最早的尤格 就是不會中斷施法的尤格 不會中斷施法的尤格 可以曬很多次 這個只能曬 你就是8.54 只能曬一次 你說發現可以選啊 選一次跟曬14次 我想我還是選曬14次 看大家怎麼看 所以他跟尤格有個很大的大小的差異 他比較接近那個蒲蟲 尤格薩爾文的蒲蟲那種大小 但蒲蟲又便宜多了 蒲蟲畢竟554然後塞一個 說不定把隊友塞一次 好 就這樣了